宜兰县罗东运动公园开元25年 今天首次将涉行在园区垂钓的调客仪偷窃罪嫌报警送办 图宜兰县政府提供分享 公园里钓鱼小心触法 宜兰县立体育场与罗东警察分局今天获报 有人在罗东运动公园内钓鱼远景赶往发现 有人在人气很高的园区洪宁湖畔 有名中年男子锤钓还钓起衣围体长30公分 约两三台金的吴郭鱼警方带回派出所 一切到罪嫌送办 这也是罗东运动公园开元25年来头一遭 体育场指出 罗东运动公园设计初始极有完善的规划 园区内将地形、流水、景观及运动设施结合 整体设计成功造就了鸿鸣湖长达一公里的蓝羊水 细缩影湖旁是众多亲子活动喂鱼的最佳场所 常常充满了欢笑声 不仅是罗东证明最佳的休闲去出意味 宜兰县重要的观光景点 每年吸引数十万牧民而得的观光客到此一游 代理城长叶清风表示 园区内的花草、树木、鱼儿都有精心的养护 是全民的公共财产 今年以来鸿鸣湖内的鱼有减少的趋势 管理员多次巡查 依难查获民众有不法的行为 感谢热心民众与警察的协助 再次呼吁园园区以明令公告禁止钓鱼行为 希望民众羡误以绅士法 躺在京查获将移送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